国乒女队新老交替,王满玉4比3战胜丁宁获得中国公开赛女单冠军。 于8天之内连续战胜日本新一姐伊藤美成,而这次又在公开赛决赛与丁宁大战7局,走到最后没有失败者,只能说满玉通过这次公开赛应该完成了国乒女队的新老交替。 本场比赛非常好看,刺激,又有很多神球,比分是丁宁11-13,11-9,9-11,8-11,11-9,5-11王满玉。 第一局丁宁落后,11-13丁宁先输一局。 第二局丁宁打得非常顺,10-5领先,单被满鱼追至10-9,最终丁宁11-9拿下第二局,第三局丁宁又是以同样的比分拿下。 第四局丁宁1-4落后,后来又2-6落后,虽然顽强追分,但是被满鱼搬成2-2。第五局,丁宁8-11又输一局,满鱼3-2领先。 第六局,丁宁11-9颁回一局。第七局,满鱼终于11-5结束比赛。 从这场比赛我们看到了国拼女队的希望,除了丁宁刘诗文这样的老将,还有陈梦珠宇玲、王满玉这样的新人,国拼女队后继有人。 如果日本队看到这场比赛我不知道他们会做何感想,还会不会有想法击败中国队,也许是不久的将来,也许是永远都没有将来。